蕭为怪鸟业 熊赐鸟之领群者 一百位民国蕭熊掠过历史的天空 注定是一场场搅动天下的风云几归 民国人物列传子蕭熊却 由喜马拉雅与藤老总独家合奖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的民国人物是冯玉祥 在民国冯玉祥算是最为复杂的人物之一了 从民国初创到新中国筹备 几乎所有的大事件都明里暗里有着他的身影 不把他研究透了 好多事情还真讲不清楚 1928年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选用了冯玉祥 介绍他为人和爱 平时口袋里总是装了本圣经 并且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私人武装力量 19.5万军队 而且还讲说他名号甚多 基督将军 布衣将军 反阁将军 爱民魔犯等等 手下呢 也都不是等贤之辈 韩福聚 死有三 孙连仲等等 我们现代人都有个姓名 两个字的一般现在很难起了 姓就不说了 远远流长而来嘛 而民国那会儿啊 还有个字 比如说一般人是不能知乎其名的 冯玉祥 怎么怎么的 那不行 朋友之间呢 他叫幻章 或者叫幻章兄 幻章呢 就是他的字 是念诗书的时候 他仰慕彭宫案里的顾幻章 在自己称名以后 所起的一个别号 也算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 他的人生还真就像打麻将一样 总想着胡打牌 所以不停地换张 换了一张又一张 饼条万丰 哎呀 坏 怎么说呢 他几乎背叛过所有跟他合作过的盟友 比如说袁世凯 曹昆 吴佩孚 段祺瑞 张卓林和蒋介石 他的战术呢 喜欢彻翼作战 包围着 而且 喜欢在黑夜或黎明前 但是他最大的绝活却是反格一击 现在专门研究冯玉祥的学者很多 为他统计了一下 说小的那些都不算 大的道格 就是反叛 就有九回 一 鸾州起义 到满清 二 护国运动 到袁世凯 三 五穴停兵 到段祺瑞 四 北京政变 到曹昆 吴佩孚 五 联合 郭松林 反凤 到张卓林 六 五元四师 到北洋 七 国共分裂 到共产党 最倒霉的呢 是蒋介石 中原大战 倒了一次 国共内战时呢 又倒了一次 摊上了两回 素氏 彭汉丰 他曾经通过面相 是这么看 冯玉祥的 说 1882年 11月6日 冯玉祥 出生在河北 青县的兴吉镇 隶属于现在的昌州 族名呢 叫冯姬萨 鲁名柯宝 后来啊 母亲尤世 又生了五个儿子 都不幸夭折了 所以呢 人们都说他命硬 冯家先祖冯卢林 是同志年间的 郑威将军 后来呢 家到败落 他们就居住在 安徽朝县的竹壳村 父亲冯有茂 排行老二 是一名尼瓦将 老大和老三呢 是财富 老四是靠种地为胜 太平天国那会儿 冯有茂外出逃荒 就投靠了一个 大户人家 哎 因为机灵能干吧 就陪主人家的 少爷们练武 可能是他真有天分 考古举师呢 还真就考中 在一所官办的武学学校 毕业之后 他追随了 怀军大将 刘明传 跟着南征北战 参加过平定 散干回乱 以及进军新疆 做到了少官 低级军官 后来呢 明军解散 他再考无举不重 只得重新入伍 在清县 生了这个二小子 冯玉祥 不过很快 就到保定去练兵 所以呢 冯玉祥 真正长大的是在这 他的一生 跟谁说话 都是满嘴的保定味 本来好好就过日着呗 这两口子呢 还沾染了痒片 拜了家不说 身体也垮了 所以呢 这冯玉祥从小就很苦 七岁就干农活 后来他哥去当兵 他替补读了15个月的诗书 诗字 也很聪明 冯玉祥呢 脑筋很灵活 比如说他为了练字吧 他就用那个系组管的上边 他系上一束那个麻 麻线 站着那黄泥汤这啥 找一块大方砖 在上边练习 写这些字什么的 有点岳飞的劲头 有一天呢 军营空出一个冰额 老哥们苗管带 一想冯家现在不容易 就说算 给他们家老二补上得了 可是他记不住名字了 边上还吹 你不补 别人就暴来了 也不知他咋想的 就随手写了一个冯玉香 先把名额给占了下来 他写那个玉啊 是玉林军的 相似相臭的香 后来呢 老冯自己先这名字有女人气 就改为了冯玉祥 有回 他老爸因丧呢 就丢了猜死 12岁的冯玉祥呢 为了多挣一点银子 就在军队里 他想当一个叫传令教习 就是那个汗呢 很威风 所以他就天天坚持练这个队列口令 嗓门越练越大 整整喊了四年 所以他外号也叫冯大婶 武昌起以后 陆军第20阵统治张绍针 第6阵统治吴路针 和第2混成旅 血统蓝天卫 这个啥呢 当时是日本军官学校毕业的三杰 也是同盟会埋在北方军队里的代表人物 本来准备借着这个阅兵的这种啊 一起发难 结果呢 南方这个枪就先响了 他们就分别被吊开了 最后重掌大权的袁世凯 知道他们的这情况 就抢先动手 暗杀了吴路针 逼走了蓝天卫 调离了张绍针 在军营长大的冯玉祥呢 这个时候就混得顺风顺水了 已经是张手下的第三营管带 早就成了革命党了 他喜欢这儿 他也是仇恨富人吧 他就跟着其他几个管带继续折腾 所以在1911年12月31日 他们就发动了鸾州起义 成立了北方革命军政府 王金明任大都督 石崇云任总司令 冯玉祥呢 给了个插门总长 好家伙 这鸾州可是 北京的眼皮子底下呀 这袁世凯马上出手 迅速的就给镇压了下去 当时冯玉祥呢 他是驻扎在烟台那个海洋 还没来得及 没得到信号呢 就起义已经失败了 后来事发之后就被捕 王怀庆呢 没有对他深入追究 就说算送回宝定吧 叫递解回济 就解了个职 但很快呢 民国就成立了 大清没了 那这点事就不叫事了吧 有个老上级叫陆建章 全高位重 编练左路 被捕军五个营 就给了他一个第二营营长 说你啊 自己去招人 自己训练 然后给你钱 他呢 就专找那些健康淳朴的农民 亲自训练 除了教这个决志课 还有什么拳击啊 体操啊 还编课本 教这些士兵们学文化 唱军歌 弄好几首 哎你还真别说 像他这种 从头开始的 他这种 怎么说 贴心贴肺吧 他就算有了自己的子弟兵 说起来呢 这陆建章啊 和他还有点亲戚 因为在做血统期间呢 他眼看这个小冯呢 就由这扫长 升为司务长 升为牌长 直到有一回考试 考了个第一 做了连长 陆建章回家这一念叨 哎 媳妇说 我有个子女 叫刘德真 就嫁给这小伙子吧 就这么着 1905年 嫁给了冯玉祥 这两口的感情深厚 生了两男三女 所以在咱中国呀 这裙带关系是无所不在呀 期间呢 冯玉祥每个礼拜天 都去丛文门的教堂 参加礼拜 和主任牧师刘芳 结位好友 他说 耶稣是个大革命家 他讲贫穷的人得福音 被掳得得到释放 被捆绑得得到自由 他还责备 法利赛人假冒为善 有一次就过圣诞节 刘芳牧师呢 主持隆重的洗礼 一共有94个人受洗 冯玉祥也在基督 成了基督教徒了 1914年 冯玉祥升任混城旅旅长 率军参加镇亚白狼起义 第二年奉令陆川 把护国军蔡厄给打败了 获得了袁世凯颁发的三等男爵 怎么着 咱老冯也是有爵位的人了 但是他呢 暗中和蔡厄还联络 议和停战 说咱们不打了 革命人不跟革命人打 这冯玉祥挺有意思 平时呢 他跟士兵一起吃饭 吃到了沙子 他就立马就把那个司务长给叫来 说这当兵的 就相当于是你爹 你就让你爹吃沙子 这思维大家注意点 他的故事里有好多类似的思维 1917年7月 冯一祥率旧部 响应段契瑞的讨伐行动 粉碎了张寻的复辟梦 次年2月呢 他又率部南下 攻打孙中山的护法军 结果呢 在湖北江城的五穴寺 通电组合 还正在话 我不跟革命党打 给段契瑞气勾呛 就把他给免了职 但是考虑到战事等等情况吧 被留任 6月份呢 他率兵攻占了湖南的常德 哎 这样处分就撤销了 还给了他一个湘西镇首使 好 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没关系 这个是否有生存心的 是否有生存心的 是否有生存心的